左边缠就代表右边短 对不对 他是左边 我们这样左边书长 右边呢 就把它浓缩 就是 左书 而右密 你也可以说左书 书是 书密书 而右密 这样子 好这个黏字请看一下 这里 短的 短的 这个更短 然后左边长 右边短 又是左长 对不对 好请看 假如说我们画一个中轴线 以这个实做一个标准的话 这样画下来 好你看一下 黏偏左 对不对 你看这个竖画 这个又长又尖 好 这个是很尖的 好 这个下面这个点 偏中轴线 偏右一点 这个玉就刚好放在中间 那看一下这里空间比较大 这里相对比较密 好这个 这个左边长 右边变点 对不对 右边 左边长 好 你看我们这也是一个竖心部 对不对 你看它第一个 它粗 它比较粗 第二个 它的距离比较大 距离比较大 有没有看出来 那它就假如我们以中轴线来看 你看它宁可把这个左边留给了两个笔画 这里只减省为两个笔画 那右边请看一下 左边低右边高内斜的 好请看一下这里六收很小 对不对 那就斜进来 看出来没有 好 好 春字 上面两个横线很短 好看一下 这个横画之间是不是很密 这里都已经粘在一起 对不对 上面只有留下一个缝而已 那撇 长 那请看一下这两个笔画比较长 横画跟撇 长 右边的 那变成反那 又称它长点 对不对 我们称它叫反那也可以 长点也可以 那收得很短 然后这个日就缩很小 那一样 请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密 跟这个地方的密 很类似 好 春再重复一次 请看春这个也是有点斜左边 有没有看到 这样斜的 好 点 又是偏中轴线的右边 好去字看一下 左边长 有没有看到 左长 好其它这里 长了之后这个短 这个地方很短 对不对 好这个地方比较密 所以它就 变成这样 写进来 好 那这个地方 短的 稍微这个下面再长一点 而且不断的往右边移 有没有看到 好布置这个地方是连笔 也是左边长 看一下刚好这个树画写在中轴线 好 那也是一样 树画比较低 两边的笔画比较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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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